因为工作定居在花莲的新竹市民陈先生 今年年初遭到酒驾撞击 造成四肢严重骨折 而目前人在附近无法工作 加上肇事者并未赔偿 让需要照顾年迈母亲的陈先生 经济陷入了困境 而20号上午市长魏家宴协同新竹市议员黄文正 以及新竹市绿水里里长 以及嘉义行善团顾问团总团长等人 前往关心急住救护的个案 并颁发慰问津 承诺将继续协助后续的难关 因工作定居花莲的新竹市民陈先生 曾因新冠肺炎确诊引发小中风 更在今年初工作途中遭酒驾追撞 以至骨折至今仍在复原 加上有86岁年迈母亲 以及就读小学四年级的女儿需照料 一家三口生活陷入经济困境 多过新竹市议员黄文正和绿水里长黄千芳 陈康丽协助 个案转介至嘉义行善团 以及花莲市公所 20日上午市长威嘉燕等人一同前往探视 一年来发生的状况 然后寻求资源 因为它的户籍在新竹 那人是在花莲这边 所以资源上会没有办法到位 那寻求说看我们这边可以帮忙协助的 那所以呢我们就 其实应该说我们社会资源 市政府的资源也很有限 也没有办法很紧急 所以呢才说我先生文正议员这边呢 他呢赶快来寻求我们大众的资源 来寻求嘉义行善团 那这边看没有办法有机会来 来帮他协助他这样子 然后募款呢大概将近十万 剩下不够的由我们嘉义行善团来补助 补助到十五万这样子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么一个散局 当然要感谢我们发联市公所这边的帮忙 那我们你们可以你们就先到这边 先帮我们关怀照顾 那我想日后呢因为我们在新竹比较远 肯定要拜托你们帮我们多多照顾一下 陈先生过去辨识新竹市邻里间受关怀对象 因为在两三年前突然失联 直到接获陈先生的求助电话 陈先生的母亲见到熟市的里长和议员 难以激动情绪落泪 向现场众人致谢 让陈先生的家境状况重现一线生机 包含市长等一行人都前往表达关心慰问 并发放急难救助金 我们看在紧急状况需要急难救助 我们就发起了募款 然后募款以后我们才今天敢来探望一下 其实我们家里新竹团在我们花莲 也已经做了两个 做一个冷本桥跟光冰桥已经通车 还有目前农冰桥也在施工中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新竹团 在造桥铺路跟急难救助上 都会尽量的集合大众之余来帮忙回馈社会 陈大哥他原本是新竹的一个市民后 那来到花莲做工作后 然后因此受伤后 那今天特别要感谢华医院跟嘉义行善团 那未来在后续的协助后 我跟我们庄理长还有我们社会课长后 我们都会持续的关心 那只要有需要 不管是在物资或是是一些生活上的所需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协助来帮忙 花莲市公所于日前核定慈癌基金专户之极难救助金 并发放食物银行民生物资 市公所将透过中理长李干世 以及社劳客同仁持续关注 户籍虽然不在花莲市 但只要是居住于花莲市 便是市公所要照顾关怀的对象 不论在物资或生活辅助等 都会全力协助 期盼陈先生能早日康复重返职场 记者长邦彦华联师报导